家里什么成分呢 贫农 上过学吗 上过两年初中 后来在养猪场劳动 想学什么呢 大队要我负责养猪场 我想学兽医 行啊小伙子 你考上了 1975年电影《决烈上映》 一播出就遭到人们的批判 但好的影片不会被历史埋没 1958年8月 江西省的松山成立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 延安抗大毕业的龙国正 被派往松山分校担任党委书记和校长 由于学校刚刚创办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龙国正刚来就遇见一件棘手的事情 一群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这里两个多月了 无论怎么说就是不愿意到山区做基层工作 龙国正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教育带来的恶果 龙国正虽然被任命为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 但学校还没有开始建立 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建小选址 副校长操众认为学校应该建在城郊 而龙国正认为应该建在山头上 龙国正说话当时所有人都安静了都不认同 和操纵交谈一番后 决定去招生站看看 在学校的招生站 很多人前来报名 但教务主任孙子清认为他们没有文凭拒绝招收 群众们大骂你们简直就是骗人 孙子清和他们争辩一番后说 带领他们来的代表上前和孙子清理论 但孙子清却说 代表气不过就去找学校领导 在班旅遇到龙国正 之后和龙国正说在招生站的事情 龙国正立刻赶到招生站 接手了招生工作 让前来的所有人都进去参加大学招生 并把考试改成面试 第一个上来面试的年轻小伙是突击队的 还是共青团圆 贫农 虽然只上过两年初中 但龙国正只是简单问话后就录取了 上过几年夜宵的妇女队长李晶峰也来面试 来 写几个字我看看 看到他写的字后 龙国正宣布他被录取了 之后在门口打铁的铁匠也来面试 他只上过一年中学 之后一直在铁匠铺当学徒 面对着教务主任孙自清摇了摇头说 龙国正看上铁匠的首长不瞒老简说 解放刚刚九年 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共当 实质上是把工农子弟拒之门外 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 这手上的硬简就是资格 看一个学校的好坏 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 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 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随着招生结束 校长龙国正带领学生们看竹子建造大学 在建造的过程中 有学生在拿着城市大学照片 谈论城市里的大学建筑有多好 说他们这里哪有大学的样子 龙国正听到他们的谈论 在看来照片后说 看一个学校的好坏 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 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 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在学生的努力下 大学很快就建造好了 而学生们也开始学习 学习上有困难吗 同学们进步很快 学习的都很好 很好啊 在讨论学校教学大纲的会议上 教学大纲草稿参考了多所名校的教学 是全日制教学 而学校是半工半读的 龙国正认为 咱们的教学大纲 不能照搬全日制 要闯出一条新路 这天教务主任孙子清正在上课 今天他给学生们讲马尾巴的功能 在上课途中 赵大爷说村里的牛生病了 想要孙老师帮忙看看 但孙老师没有答应 将赵大爷劝走后打算继续上课 但刚刚赵大爷旁边的学生徐牛仔 对孙老师提出自己的建议 徐牛仔说上课几个月了 孙老师一直在讲马 而他们这几乎没有马 我建议改变课程 少讲点马 多讲点猪和牛 这让孙老师非常的生气 还将徐牛仔赶出教室 在第二天 徐牛仔在学校墙上贴出自己的建议 而这让孙老师和副校长操纵轮帆批评他 徐牛仔不仅没有改 还贴了一张新的 很快校长龙国正知道了这件事 而他发现了教学的漏洞 教学有些脱离时机 他要改变这种情况 孙老师和曹仲都不认同龙国正的观点 简直是胡闹 乱套了 这个学还怎么教下去 关于改变教学课程学校开会后 意见意志不合 曹仲将这件事讲给上级领导 造福专员不同意龙国正的做法 说学校按他们的样子办 为了改变龙国正固执的思想 准备将龙国正排去全国各大名校区参观学习 曹仲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校长龙国正开始去全国各大名校区参观学习 龙国正去往大学的实验田中看看 刚倒就看见让他心痛的一幕 同学少拔一点吧 老大爷 比起我们毕业论文来 这几颗稻谷算得了什么 离开实验田后 龙国正在学校里见到火车上遇到的大娘 他来学校看望儿子 大娘拿出自己给儿子做的衣服 儿子却嫌妻不好看不穿 我还给你做了双布鞋 妈 你做这干什么 太吐气了 拿回去吧 大娘看着穿着豪华的儿子 想起从前的日子 儿子从来没有嫌弃过妈妈做的一切 这让龙国正心里很不识滋味 在龙国正回去的路上 学校内发生一件大事 在多初岛田发现虫害 学生李金凤认出海虫 认为今天晚上必须把虫子消灭 不然的话粮食都要被吃掉 但不幸的是乡亲们都去城里运化肥去了 李金凤请求孙老师和副校长操纵 让学生们暂停学习去抓虫子 但两人为了明天当面的考试不同意 同学们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考试 为了分数吗 怎么能够只管埋头读书 敢考试争分数 在李金凤的劝说下 许多同学都去治理虫害 然而到了第二天 去了同学没来得及参加考试 副校长曹仲将他们都开除了 被开除的同学们虽然伤心 但他们不后悔 校长龙国正回来后 在了解事情原委后 不顾曹仲的强烈反对 让学生们都回来上课 招服专员要在松山 实行三字一包试点工作 而李金凤同学把表演讲进行反对 乡亲们和同学们纷纷反对 之后学校开到会 公开批判李金凤同学 无论同学还是校长龙国正都 支持李金凤 你做得对 顶得好 而这惹怒了招服专员 招服专员下令撤销学校 龙国正和学校党委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信汇报他们的工作 毛主席回信 赞扬肯定了他们的工作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 这让所有的学生都欢呼雀跃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1975年的电影决裂 影片中主要讲两种不同的立场 对教育的辩论 而这直到现在也有 教育需要正确的方向 只有方向正确了 才能教育出有用的人才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